第23回 昨天說到 衛鳳梁回到自己的房間 吐了一輪之後 他喝了一杯熱茶 呼吸了一條氣 地藏就進來了 他告訴衛鳳梁 又到了他每年一次求解藥的時候 這陣子路程很遠 要整個月才能回來 衛鳳梁 是想跟他一起去 還是想留在這裏 衛鳳梁很想跟他一起去 在這裏屈了那麼久 當然可以出去看看 出去說不定會有無忌的消息呢 就算沒有趙無忌的消息 都會知道趙千千和曲平他們的情形 地藏聽說衛鳳梁想跟他一起去 亦很高興 倒了一杯葡萄酒給他喝 喝了那杯葡萄酒之後 然後呢 衛鳳梁就睡著了 到他醒了的時候才知道 已經離開了那個山洞 衛鳳梁就坐在馬車上 全身披麻大校 幾個穿著黑衣的人就抬著地藏那副古銅棺材 就跟在馬車後面 走到晚上 找了一間很偏僻的客棧就落腳 包了整個房間來住 客棧的伙計呢 都以為衛鳳梁就正說死了老公 好照顧他 衛鳳梁一個人住一大間房 挺可怕的 他就知道地藏一定會來找他 到了半夜 地藏果然來了 兩個人一起吃了粥 然後呢 地藏就問他說 怎樣 你真是不認得他了 開始衛鳳梁聽不太明白 後來 他從地藏那種奇怪的表情裏面 似乎看出了一些問題 咦 那個辣辣塌塌冤崩難臭的人 難道就是趙無忌 地藏跟著就告訴他 沒錯了 那個就是趙無忌 衛鳳梁聽了 哎呀幾乎要暈倒 他想說大喊一頓 大喊幾聲 想鑑生捏死地藏 不過他又什麼都沒有做 喏 人家地藏沒有失信 遵守諾言就讓他看到趙無忌 誰叫你認不出 你自己認不出你還有什麼說話好說 等衛鳳梁的情緒稍微平靜一點之後 地藏又告訴他 無忌 是來找他學劍的 地藏也認為無忌可以學劍學得成 但是 在他們之間有一個合約 在趙無忌的劍術最未學成之前 絕對不可以見任何人 趙無忌也答應 合約就為期一年 約定 今天地藏就去試一下他的劍 只要他可以打得贏地藏 地藏就會讓他走 好的 但是 趙無忌也莫說學一年 學十年也未必打得贏地藏 地藏有些話 他不是無機會的 因為我的劍術 亦是從那些劍譜上面學回來的 我份人做事 一向很公平 不過 我見到你之後 我就不是這麼想了 我怕他的劍術真的學成之後 就將你 從我身邊搶走 我想殺了他 我想你永遠都見不到他 所以前一陣子 我的脾氣就很差 誰不知 我都想不到 他練劍竟然練得這麼癡 全部人都變了 於是 我就不想再殺他 我想讓你 見回他 回到他身邊 因為我看得出 你對他 是一片真情 如果我不讓你們相見 你就會憎我一世 我不想你憎我一世 不過 他現在這樣的情形 唉 你不見他 好過見他 到他劍術練成 你們再見 其實都未遲 衛鳳梁聽了之後心想 現在回頭就不可能了 就唯有跟著他們拿解藥先 到時候回頭 就可以見到趙武記了 到時候 不管趙武記傻 也好 癲也好 也好 這陣子 看到他之後 就幾大都不要再離開他了 不過他發夢都想不到 他們這頭離開了九華山 趙武記那頭就走出來了 一直聽下來的朋友 一定還記得 九華山下面有一個城鎮 鎮上面有間賭場 就是廖伯開的 這一天 廖伯一早起床之後 吃完早餐 他初初的肚腩就牽著匹馬出去騎一下 他很得戚 半個時辰之內 他就圍著城鎮跑了一圈 那隻馬真的很馬 不過 那匹馬不是他的 自從一年前 在壽爾康川賽館 他震眼看到趙武記打死了唐家三兄弟之後 他又沒有晚睡得安穩 他也是江湖人 在江湖中 這種仇一定要報的 如果毛記來報仇的時候 他真是無力還手的 所以 他一面四周圍去網羅一些高手來保護他 而一面呢 又在暗中打探趙毛記的行蹤 他聽說趙毛記最後一次露面 就在九華山下的泰伯居 於是 他立刻帶人趕去 泰伯居當時 全家都被人毒死了 他見到 一個叫做小丁的伙計 和這匹馬 這匹馬是趙毛記的 他心想 他跟趙毛記反正都深仇大恨 都不爭在作了他這匹馬 所以 這匹馬馬馬就變成了他 這一年來 都算是平安無事 唯一煩的 就是他用重金請來 一直養著的那三個高手 他很想打發他們 但是又怕得罪他們 尤其是那個悲傷 更之然是惡搞 他決定 這幾天要解決這件事 就算是花多筆錢都要 養三個人 哈哈 還貴養三個妾士 現在他才感受到 世上最浪費錢的 不是快樂 是仇恨 為了這件事 他花了三十多萬兩 再加上趙毛記 贏走他那筆 哎呀 直接是肉都尺 現在他表面看來還是個老闆 其實只剩下空殼 幸好 所謂爛船 拆埋也有三斤釘 他還有一間賭場 過年之後又是旺季 所以他還可以撐一會 跑完馬之後 他沖了個凍水糧 換過一套乾淨的衣服 就想說 再去抱著身取的老婆 兒子又睡回笼 睡覺 怎知 就在這時候 幫他看場的 彪叔就來找他 彪叔正是老狐狸 跟他看場看了幾十年了 老奸巨劃 見慣場面了 不過今天 他放鬆鬆地 走到上氣不接下氣 隔夜風都吹得著 入門的時候幾乎被門檻卡到跌了 廖伯見他這樣就說 看起來 失魂魚這樣做什麼 是不是你老婆又出去勾佬呀 啊 彪叔就說 我老婆 勾佬都不出奇 今天這件事 差點 出事出奇 賭場 出事 大 大件事 各位 開賭場呢 自罩的無緣無故來一個手氣特別好的大贏家 學似去年那個行運炮役就是趙無忌 真是該會 廖伯就說 嘿 好心你透順這部氣才說 坐下 嗯 就算天塌下來都不用怕的 用什麼走路 雖然 啊 今天 又來了 高手 贏了我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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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現在走了沒有 不不不不 不不 呵呵呵 只要他人未走 我們有辦法對付他 那各位 所謂有賭未為輸 你想想辦法贏就行了 那彪叔是個大行家來 這層道理他一定明白 不過今天呢 他就不是這樣想了 他說 就是因為他還沒走過這麼麻煩 为什么 因为他还要赌 看个情形 他还会赢 你这么不肯定 他带了他十几两银本钱来的 现在他连续赢了十四拨 十四拨是多少 十六万八千八百四十两 你干什么 怎么会给他连续十四拨 我都没办法 因为他铺铺杂出来都杀三个龙 那是不是那个幸运炮又回来 我本来都怀疑他了 不过看他样子又不多次 去年那个幸运炮生得很英俊的 很年轻的 这个整个废废废的 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信啊 我又看不出啊 他连续赢了十四拨三个六 你连他有没有出信都看不出 姑姑真是看不出他 他好像没有出信啊 就算他是出信啊 我们都没有个人看得出啊 所以我就不敢动他 我唯有先找着他先 现在赌场那里已经没有钱赔给他了 他不单着等着拿钱 还说要赔给他 八爷八爷 你说怎么办啊 哼 那你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不过我看他这样 好似有些来头的 我理得他什么来头啊 你跟我做瓜他才说 就算做瓜他 都要赔一钱给他才行 各位 彪叔这么说呢 就因为赌场有规矩 搞坏规矩下次就没人来赌了 这一层尿八当然知道了 不过很可惜 他如果没有钱赔给人 他就说了 嗯 你再回去拖着他先 等我想办法 那廖伯唯一有得想的呢 就是找他假六哥了 但是他都知道 这条路未必行得通的 他跟他六哥早就疏远了 自从他上次将假六投资 在他那二十万两银 输了给行运炮之后 他们就已经疏远了了 说到钱有时真是兄弟都没得谈的 果然假六答复就是说 最近我都很守紧 我还想去你那里量多花钱啊 那没办法啦 廖伯就唯有去找阿碧祥了 让阿碧祥出面 去做瓜他先 那死了就不用赔钱了嘛 这样做虽然就不适合赌场规矩 不过所谓事急就马行田 不理得那么多了 一个人赌我没钱的时候 我理得你规不规矩啊 对吗 好了 各位 我们讲讲那个碧祥先 碧祥就不单是那只脚碧得很厉害 身体的其他部分真是好癌残的 生得硬质质 辣腻头 歪鼻崩耳 到时是好认啊 唯一的优点呢 他就不喜欢讲话 他刚来的时候 就不单是廖伯就看他不顺眼 另外那两个比廖伯重金拼来的打手 更加不埋他堆了 吃饭都不想跟他同台的 那两个打手呢 听说以前呢 就是辽北的陆林好汉 一个叫丁刚 一个叫陶强 大概都不是真名来的 丁刚是使用把硬龄刀 陶强是拿把桑门剑 两个人的功夫都不差的 他两个起先呢 就不喜欢跟这个碧仔合作 想着教训他一餐 逼他扯的 那有一晚 他们喝多几杯之后呢 就去找碧祥聊天了 谁不知第二天早上 廖伯就发现 他这两个打手呢 对碧祥的态度就变了 不单是变得好客气 好恭敬 而且还好害怕他 那廖伯就不笨的 一看就知道什么回事 是碧祥有了道啊 所以 他对碧祥的态度马上就变了 他对碧祥的态度马上就变了 碧祥呢 吐强和丁光去搞定啦 谁知 想不到这个碧祥就自己说要去看看 因为他好想去看看那对年气可以摘得出十四铺三个六的手究竟是怎样的 他就因为用脑过度啊 整个眼框都套进去 头发就疏了很多了 最奇怪的是 他的胡桑反而删得很快 已经遮陷了他的臉那疙瘩了 他都知道自己怎么都恢复不了以前那么英俊了 那世人过了三百日那种山洞生活之后呢 都会陷过变样的 他能够支持得住 是因为他对自己有信心 他相信自己一定有命走得出来的 因为他知道 那个僵尸年年四月之前呢 都要离开山洞去求解药的嘛 只要令到僵尸相信他已经黏了 他一定有机会学成剑术之后走掉 那果然这次他就走掉了 哈 你说如果靠剑术赢得到僵尸才走的 你就米子耳都可以了 那下山之后 他就来找廖伯算账 想搞搞他的赌场先 一进去他就连赢十四铺 赢到所有赌台都停了 不过又没有人肯走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等着在看电影啊 赵毛记也在等着 他一点都不急 他从进来就知道 会有这个结果 最后他等到陶强和丁刚进来 他知道 又得玩了 丁刚一进来就挖着赵毛记 因为廖伯已经将赵毛记的样子说得很清楚很仔细 还提醒说 你们要去杀他 是因为他和你们有仇 千万别说是我叫你们去杀的 知道吗 那丁刚他们当然明白廖伯的意思啦 既然是他们为了尋仇来杀人的 那和赌场没关系啦 那没有人会说 廖伯破坏赌场的规矩啦 原来各位 所谓姜就老的辣 开赌场开了这么久啦 这些屎杀真是随便都想得出十条八条啦 是不是 所以丁刚入到来看着赵毛记 心想 这个人看起来不是那么棘手而已 好容易搞得定而已 于是 他就好想马上搞定他 那陶强呢 还想得周到 他好担心这个人会有其他帮手一起来的 所以他周围望望 那见到场里面呢 最野硬是有两个人 有个生得高高大大相貌堂堂的 服饰也都好高贵 年纪呢 大概是三十岁左右 拍头真的好大 看起来不单止有钱 而且好有权势 咦 咦 这个究竟是不是赵毛记的帮手来呀 他就在清闹 明天才说 可以 就是 新闻 个宗 的 这